好,那好像太亮了 好,那刚刚我们只看到这个范例1 但是我们习题却出到那个微分式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范例 下一个范例 ds分之ds平方 根据定义 这是根据定义就是Limit ΔS7近0 Δs加Δs平方减s平方 那就变成2s加Δs 这里有一点点跳 因为你去把上面的式子展开 然后互相消掉就可以了 那消掉之后再处理Δs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是这个式子 但是这个式子在Δs趋近于0的时候 只剩2s存在 Δs就不见了 所以呢,这边就变成2s 那所有的微分公式证明 其实都是要回到极限式去算 不管是sin或sin 或者是1的s次方 通通都是这样子 所以只要你要去证明这种 它的导数是什么 它的微分式是什么 请都回到极限式 OK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证明一个比较难的 比较难一点点的 我们要看sn次方的微分式 sn次方的微分式 刚刚各位已经做过s平方了 那或者是2s或3s平方 各位都已经做了 但sn次方的微分式 这是一个通式 对不对 n是个常数 好,那这时候怎么算 那我这边上下写的不太一致 这边写sn次方 这边却写sk次方 那k等于n 在这边声明一下 k等于n 那它的在点s的导数呢 根据定义 sk次方的微分式 根据定义 就是回到它的极限式去写 回到极限式去写 所以就变成s加delta s的k次方 减掉sk次方 除以delta s OK 那这个k次方 各位 如果 高中数学应该有教这个 对不对 a加b的k次方是多少 a加b的k次方 是不是用cn取多少 ck取多少 那我这边写的不太一致 一下用k一下用n 那在这边再说明一下k等于n 好 好 那所以变成cn取1 sn减一次方 cn取2sn减二次方 那cn取n sn减 delta s的n次方 就这样 那也就是说你n取2这个2呢放在delta s 放在delta s上面 那这个n减2就改放在s上面 这样子来做它的展开式 那问题是这个展开式展开之后呢 除以一个delta s 除以一个delta s的结果 那这里又写的不好 因为这一个应该已经消掉了 跟这个对消 所以sk次方应该消掉了 那所以呢 这边消掉了 哇 这错误很多了 那所以sk次方消掉了 那接下来呢 就只剩下这一个式子除完之后没有delta s的 那这就是nsn减一次方 除完之后他delta s会对消 他这个已经不见了 这个已经消掉了 刚刚这边这边跟这个互消 跟这个互消 所以变成nsn减一次方 所以就就算出来 那这个这个我们书上得要大修 因为实在是写的太乱了 好那证明这种 譬如说sk次方s2次方 这种其实都是把它展开 然后相除 把delta s消掉 还剩下有delta s的呢 就趋近于零了 那其他的呢 部分你就把那个式子写出来就好 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证明的东西 不是一个固定的式子 譬如说我就是fs 但是我要证明的是c乘以fs的微分空式 像这样我要怎么证明 那我们知道c乘以fs的微分空式 就是cfs'就是c乘以f's 好那这个要要什么样子证明呢 cfs'就等于底s分之底cfs 根据定义呢就是回到极限式 好回到极限式 那这个极限式的limit delta s趋近于零 然后delta s分之cfs加delta s 对不对 因为根据这个式子嘛 cfs加delta s嘛 再减掉cfs ok那问题是这个c两边都有c 可不可以提出来 可以就把c提出来 把c提出来之后这个式子的c能不能再进一步提到limit之外 可以就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里面这个式子不就是f's嘛 就是ds分之dfs 里面这个不就是ds分之dfs的定义吗 看得出来吗 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定义 所以在数学里面 所有的证明其实都是回到定义 当你没有又引用其他定理的时候 你就是回到定义就对了 那如果你有引用其他定理 那那些定理呢 最后证明证明证明之后 那些定理的证明还是会回到定义的 所以数学通常都会从定义出发 但有时候会从公理出发 公理 那有时候你为了快速就会用定理 直接用其他定理来证明 ok 好 那 刚刚的这个乘一个常数 这个蛮容易证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两个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式 要去证明这个东西 就会稍微困难一点点 我们要证明的是 fg'等f'g'加fg' 那这个fg f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函数fs跟gs相乘之后的微分式 ok 好 那这个呢 写成 写成莱布尼茨的写法就是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那你最后要证明还是要回到limit极限式去证 那证明的时候说 当他加delta s的那一个版本 那就是写在前面 对不对 没有加的写在后面 那这两个相乘会是什么 问题是这两个相乘会是什么 那你直接按照这个式子去证明 是证明不出来的 你要猜 要加上另外两项 但是这两项其实是一正一复互销 ok 这两项是什么呢 我加一个fs加 就减掉一个fs加delta s乘以gs 再加上一个fs加delta s乘以gs 这两项是不是相加等于0 这两项相加等于0 等于没加嘛 所以这一定相等 对不对 好 那一定相等的结果呢 我这两项相加等于0 但是我把它从中间这边断开 我把它从中间这边断开 断开的结果呢 ok就会变成 我可以把fs加delta s提出来 提出来变成这样 那另外后面这一半呢 我变成我可以把gs提出来 那剩下的呢就变这样 好 这样的结果你可以看到 fs加delta s 这个两个相乘的东西 其实可以拆开 极限式可以拆开 这在哪里有 在我们前面讲极限式的性质的时候有 对不对 极限式拆开的结果 ok还是一样的 这边gs乘以极限式 这个gs就没有极限式 因为gs本身就是它自己 那这边有delta s的 有delta s的极限式拆开 那接下来呢 就是fs加delta s 因为delta s趋近于零嘛 所以这个式子呢 就趋近fs ok 趋近fs 那这一个式子呢 继续使用 那这边又是gfs 然后后面呢 又是极限式 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极限式 其实就是g' of s 这个极限式就是g' of s 这个极限式就是f' of s 所以最后就变成fs g' o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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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两个 两个函数的相乘 它的极限式 它的维分式会是 纤维第二个 然后再跟纤维第一个相加 ok 所以你要记其实也很容易记 这并不是 因为它很对称嘛 那这种对称的事实 通常结果也会很对称 好 那另外 一个比较困难的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证明的 维分式是练锁规则 练锁规则是说 f of g of s 这种函数式的维分是什么 那 有一个定理 这个就叫练锁规则 它是变成 dg分之df 乘以ds分之dg ok问题是你要去想清楚哦 本来s是个自变数 g是个因变是一个函数 现在我把g拿来当成一个好像自变数一样的东西 可以哦 可以哦 它可以证明哦 但是这样子我把g拿出来当成一个像自变数一样的东西 其实就会有一点漏洞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证明是不严格的哦 真正要严格要数学分析上去证明 那个是高等维积分的哦 所以是数学细学的 我们在这里不会学到哦 因为那个一讲的话变成 变成把数学的高维那个从头都要讲到尾 我没有那个能力哦 好 那所以我们先 先做一个不严格的证明是说 如果u等于gfs u等于gfs 那我说gfs加delta s呢 我就让它用u加delta u代表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做它的微分 哦 就去做它微分 那也就是回到它的极限式 回到它的极限式 那这个gfs加delta s不就是u加delta u吗 好 那 这边呢 就是减掉fu嘛 减掉fu 好 那问题是我在这边呢 再除了一个delta u 那这边呢 再乘一个u加delta u 好 那 那你会看到ok 除了一个delta u 然后 啊 这里要怎么解释呢 好 看一下哈 这里是fu加delta u 这里是fu 没错 相减 除以delta s 那这边 诶 我觉得我这里有点写错了 好 既然有写错的话 对我真的有写错 它有漏掉一点东西 所以我这里暂时先 先跳掉好了 因为它有写错 好 好 ok 那 这个证明呢 维基百科有 稍微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维基百科的证明 我的证明有写错 就改看维基百科的证明 念所规则在维基百科上的证明 哇 有点慢 好 等它 我们先看 接下来的 好 接下来 那 好吧 算了 也不能跳 等它吧 维基百科怎么那么久啊 网络有挂掉吗 网络有挂掉吗 没有 很慢是不是 难怪 好 你来宣布一下好 自工医的 那个 等一下3点20下 可 你来宣布一下好 自工医的 那个 等一下3点20下 下课的时候到细学会套量细外套 对 到细学会套量细外套 没有的就没有了 好 ok 那维基百科先上过去 算了 我们先看下一个证明 等一下 上的去再来看好了 好 所以呢 接下来 来看那个sine s的维分公式证明 这个是最难的 基本上 他用到的东西很多 太多了 那这里 就会有一些 预先的盈利 因为要证明sine s的维分 用到的东西 是比较多 他要用到一个叫合角公式 各位还记得什么叫合角公式吗 就sine a加b 或sine alpha加b都可以了 sine a加b就等于什么呢 sine a加b就等于sine a cos b 加cos a sin b 诶 这个公式各位有印象吗 有 好 这个叫合角公式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证明这个 又用到他 所以 我们之后可能变成还要证明合角公式 但是合角公式的证明不用为积分 对不对 合角公式的证明是用什么 是用画图的 ok 你可以用画图的证明合角公式 所以 我sine s加b变成s cos delta s 加cos s sin delta s 接下来 后面这个减掉一个sine s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这个式子 你把sine s sine s提出来 把sine s跟后面这一个合并 然后提出来 就变成cos delta s-1 对不对 那这个式子呢 就单独放到后面去 就变成 delta f 十分之cos s sin delta s 好 那这个的结果你会发现说 我sine s 里面没有delta s 所以我可以把它整个提出来 好 整个提出来的结果 就剩下这个cos delta s-1在上面 好 那这边呢cos s可以提出来 因为它没有delta s 那剩下这个delta s分之sin s delta s 好 放在这里 那这两个式子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啊 你看一下喔 cos delta s cos delta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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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0是1 对 那sine Erm 那浩稙 那 sine 0 OK,这里有个怪怪的问题 好像这个证明还没有写,写得很清楚 基本上这个应该会是1 这个会是1 那这边呢,会是0 所以变成这一项不见,只剩这一项 OK,那至于怎么证明 delta s分之sin delta s 当delta s趋近于0的时候,它会趋近于1 那还有另外这一个会趋近于0 OK,这个部分得再加一些 是两个都要考虑 两个都要考虑 因为这一个delta s趋近于0 那sin delta sin 0 sin 0 是0啊,没错啊 对啊,delta s也趋近于0 两个都趋近于0的时候怎么办 不对 0分之0是多少 也不是1啊,所以当0分之0出现的时候 我们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 微分法则 叫做罗毕达法则 OK,罗毕达法则讲的是说 当上下都是0的时候呢 请继续为分 请继续上下为分 然后去算出它的值 OK,所以这个 为什么这边是1 为什么这边是0 我们可能要用后面的罗毕达法则才有办法解答 但是至少你看到这边就说 我现在告诉你这边的结果会是0 这边的结果会是1 所以它就变cos 但为什么这边的结果会是0 这边的结果会是1 因为罗毕达法则 那罗毕达法则当然也是可以证明的 也是回到极限式证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刚刚看到的是sine的微分公式证明 这里用到了几个我们还没学过的东西 第一个是合角公式 合角公式这一块 那第二个是罗毕达法则的这一块 那我们先看合角公式的这一块 合角公式的证明呢 就是合角公式长这样 sine a加 b 变成sine a cos b 加cos a sin b 那cos a加 b 版本的合角公式呢 变cos a cos b 减sine a sin b 那tangin的呢 就更复杂一点 所以大致上sine和cos 会比较好记一点 sine最好记 那我们刚刚只用到sine 我们刚刚只用到sine 所以只要证明sine的合角公式 但是就可以了 好那这里有个图 这个图就是合角公式的证明方法 大致上呢 就是各位国中的时候画的那个 画的那个三角直角三角形的那种图 OK 这个是a这个是b 这是a这个是b 好 那 现在呢 问题是这一段是多长 cf这一段 cf这一段是多长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我们知道说 OK bc这一段是多长 bc这一段 不就是 假设这一段是1 这一段 圆的半径是1 好那bc这一段呢 就变成sine b 对不对 因为这里是直角 这里是直角 所以变sine b bc这一段变sine b 那cf呢 又是 又是把bc再乘以cos 对不对 因为这里是直角 好 这里是直角 所以bc乘以cos 就变成cf 所以cf就变成sine b cos a OK 那问题是cf这一段 已经有了 就这一个式子 那fa是多长 fa是不是等于bg 那bg是多长呢 bg是多长 bg 我们看一下 bg是不是 就是gb了 倒过来也是一样 等于ob ob是哪一段 ob是这一段 ob乘以sin 对不对 就是bg吧 OK ob乘以sin a就是bg 那ob是多长 ob乘以cos b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 ob就是cos b 然后再乘以sin a 就是bg 也就是af 好 那af加cf 两个的结果 是什么呢 af加cf两个的结果 其实是cos a加b OK 所以cos a加b b就等于ac 等于ac 也就是af加cf af加cf 也就是bg加fc 就是bg加fc 那所以就变成cos b乘以sin a加sin b cos a 所以这样子就证明完合角公式 所以我们上面这边用的合角公式就证明完毕 那剩下的就是要用罗币打法则的这个东西还没证明完 好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个证明 那我们这些证明呢 有一些 有一些会 会在某个地方呢 没有办法完全证明的 因为那些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需要比较高等的证明才有办法 好 那这里我们要证明的一个东西是 底S分之底E的S次方 也就是说E的S次方的微分是什么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公式 其实我们已经给各位了就是E的S次方 可是问题是我要怎么证明这件事 好 那这里有个引力 就是 我们待会会用到 先告诉各位 H分之1的H次方-1 好 当H7进入0的时候会是1 那你怎么算 各位怎么算呢 好 你可以用 Excel去算算看 把H取成0.001 好 那1的0.001次方-1 然后除以0.001 你可以看他是不是 结果很接近1 OK 好 那这是用电脑的方式去 去 去怎么讲 印证 但是不能算证明 只能算印证 好 那如果有了这个引力呢 我们就可以证明后面的这个定理 底S分之底1的S次方 就会变成Limit H7进入0 E1的S加H 这里我用H 其实它就是ΔS 对不对 你用什么符号没有差别 好 那 那 减掉1的S次方 可是这个 请注意在指数上面做相加 那 可以拆成相乘 对不对 指数上面做相加 其实就是拆成相乘的式子 好 拆成相乘的式子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1的S次方提出来 好 那这边就剩下H分之1的H次方-1 那因为我们刚刚看过 就是说 我可以再把1的S次方再提出来 变成1的S次方 这边剩下 BmH7进入0 H分之1的H次方-1 好 那这里呢 又因为这个引力 它说这是1 好 这是1的结果就变成 1的S次方乘以1 就还是1的S次方 好 所以这是自然指数的微分公式证明 那这比较困难 好 那接下来是理论所规则 这个部分 我觉得今天先不急着看 这个部分 今天先停掉 那我们来出作业 再来出作业 诶 那个 现在 你多做点作业 考试的时候 少扣点分 知道吗 你现在不做作业 考试的时候 你的分数就扣了很多 蛤 OK吗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出个作业 出什么作业呢 刚刚的那些已经证明完这些了 所以应该OK 这边不用再出 再出议题作业 是这个 啊 来 再出议题 不算太难的作业 请证明这个加法规则 请证明这边的加法规则 加法规则 OK 不会太难了 真的不会太难 加法规则 这一条 这一条 OK 请证明加法规则 应该不会太难 你现在就可以证明了 试试看 证明加法规则 好 这就当成今天的 第二题的 应该说是家庭作业啦 就是刚刚那个是水塘作业 这些家庭作业 但是你都可以再下次上课前交就可以了 好 请证明加法规则 好 这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好吧 一样回到极限式去看 回到极限式去看 OK 这两个的极限式 就是把它整个写出来 然后把极限式拆开 变成两半 就完了 对不对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真的 其实很简单 好 各位现在可以试试看 练得哎 HAVE 二千万能